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想如意螺 一叠的美金一万块 然后观想一直出来 不停 你的保险箱都赚不下 而且是特大号的保险箱 一直到屋顶 你就会赚钱了 这个是男人爱情都是专一的 18岁的时候喜欢18岁的 28岁的还是喜欢18岁的 38岁的还是喜欢18岁的 88岁的时候还是喜欢18岁的 男人的爱情是最专一的 我告诉你哦 这个法需要专一的念奏 念满二十万遍 你只要念满二十万遍 你再用你的方法 几一反三 你八十岁就可以起到18岁 几一反三啦 几一反三啦 一定啦 一定一定的啦 我不告诉你怎么修法 我自己修 这是法人才讲的笑话 因为是语言上的 刚毕业的时候喊 弟兄们啊 后会有期 期是时期的期 毕业大学毕业一年以后 喊的口号是 兄弟们啊 后会有期 以后会有期 后来结婚了以后 兄弟们啊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再后来 兄弟们啊 会有后期 又再起了 又再起了 最后 兄弟们啊 最后 兄弟们啊 懊悔的悔 悔有后期啊 还是不好 这个政府制定 一夫一妻制是对的 那 那个小学 二年级的 小学才二年级的那个女孩子 跟老师讲 老师 我不要读三年级 老师很奇怪 你为什么不读三年级 你老师读二年级干什么 我想读四年级 你不行啦 你不可以跳起 那个女孩子讲 我不要当小三 好 大家笑一笑 开心开心 基本念咒 二十万遍 保护神 法力 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偏进天的佛 他 对于众生 还是见念的 有些神 有些天 他是不见念众生的 除了凡天 因为他是创造神 除了大自在天 他是破坏神 其中一个保护神 是保护所有众生的 你只要持他的咒 修他的法 有他的法相 有他的相 有他的咒 有他的手印 就变成密教的仪轨 你只要修到跟保护神相应 你生生世世 多得到保护神的保护 永远没有意外 大盆金刺鸟 它是吃干露水的 吃干露水的 它现在不吃龙 因为佛已经给它那个compromise 希望你不要吃龙 因为你吃龙的话 会把龙主全部吃光 所以龙就没有了 所以大盆金刺鸟 是吃干露水的 那么干露水 任何一个水 你来供养它都可以的 所以一定要用水来供养大盆金刺鸟 用干露水 变化干露水来供养大盆金刺鸟 这个干露水就可以 供养大盆金刺鸟 这个干露水就可以 供养天际天 发香灯茶果 都可以 一切东西都可以的 只要是亲近的 亲近的 任何东西都可以 你喜欢的 遍境天都喜欢 我们来给你 这是联申法王卢盛宴 在2012年9月15日 西雅图传授遍遍境天不供大法的传法开示 在当天现场也是坐无虚席 贵宾云集 有驻休斯顿台北经文处处长 廖东周 和驻西雅图台北经文处处长 金兴先生致辞 而卢盛宴布施基金会 也在这一天 举行了隆重的奖助金颁赠仪式 总共颁发了23万元美金 给15个非盈利机构 包括了教育赞助金和健康照顾赞助金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 真佛宗的弟子们 为了共襄盛举布施基金会的筹款 也特别推出了十字金刚柱等系列的法器 鼓励大家能够护持基金会 我们就来看看 这些法器有些什么作用 我们在箱子列注 它就会好 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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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这个金刚柱头也可以 练你的本真奏 对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什么都可以 那这个 哈哈 哈哈 这个如果是 这个 这个 如果是 你的 经常做噩梦 然后怎么样子 你 四个床 啊 四个床 四个床条 都给他摆上一枝 就这个 马脚 可以干 硬器不好 如果運氣不好的話,你把自己的頭髮、指甲、一點你穿過的舊衣服 就放在這裡面 然後生成八日寫下來、住室寫下來、姓名寫下來 然後放在這裡面 放在這裡面呢,找一個日子,叫做這個好像是說除日 除日,就把一個惡印給它除掉 然後把它蓋起來,你就放起來,放一年 以後再把這個打,一年以後再打開 今年運氣不好,不用這樣子 就沒事了 這個是放乾淨水的 謝謝 你這個放一點水,乾淨的水在裡面 然後放在這裡面 然後念甘露王真言 他說阿彌陀佛真言 長壽真言 把它蓋起來 然後蓋起來 你有時候你認為說你身體不舒服啊,怎麼樣的啊 那乾淨水拿來喝掉 那這個要擺在殘床那裡 那這個要擺在殘床那裡 空在殘床那裡 那是放在哪裡 乾淨水 這個可以放在殘床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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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等於是說蓋印 這個也是等於是說蓋印 看溫啦,看溫啦,看溫啦 把你的印,不好的印給它蓋掉 你自己覺得最近運氣不好,不用這個把它蓋掉 那蓋掉以後就好 這個鬼睡,這個怎麼樣子都可以用這個 那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磨一磨,然後睡來 就不會有噩夢了 如果你要去,有一個樓 可以啊 百日銘座也很好 金剛殺手的短座,心座,你的本尊座都可以 你這個買啦 如果你修法的時候不用 你可以擺在房子的四個角落 就房子就結界了 房子就結界了 請問這個有什麼問題? 這個一樣,這個跟這個一樣 一樣 一般的密教的法師拿這個 然後在你背上抹一抹 就把你的疾病除掉 他一邊唸奏一面磨 一邊唸奏一面磨 一邊唸奏一面磨 要唸到十萬片 紀念堂廣場 恭請真佛宗創辦人 連身活佛盧盛宴 親臨主持 南摩佛鼎尊聖佛母 護國襲災祈福超度大法會 以殊聖的真佛祕法 及尊聖佛母的光明大力加持 帶領所有與會大眾 為共同邁向2013年的台灣人民祈福 祈求國泰民安,風調雨順 一切天災人禍皆遠離 經濟復蘇,人民安居樂業 社會安定和諧 而法會當天,主辦單位 更將在廣場樹立一座大型的尊聖佛塔 供大眾繞佛 同時開放大家可以親手製作小型尊聖塔 請您絕對不能錯過 各位觀眾,台灣雷藏寺精心製作的 鬼四年農民力工作手冊已經出版 歡迎您結緣護持 台灣雷藏寺詳情請殿 049-2312-992 燃丹雜誌是真佛中最受歡迎的雜誌 不但發行世界,廣傳真佛祕法 並且記錄著當代法王盧聖燕 所有紅髮的精華內容 值得珍藏 新的一年,燃丹雜誌邁向新氣象 歡迎您加入護持的行列 詳情請殿 049-2312-992 我們現在繼續來看2012年9月15日 西雅圖雷藏寺秋季大法會中 獵神法王盧聖燕 受出家戒的開示內容 你們是不是 志願監獄獸 遵守出家戒的願望 是 鈴臨 師父 禁忍一打 解 十 德禁 也就是德禁 你們喊詩 必須要由心底發出來 你們喊詩 我們腳上畫布 也论口是心灰 这是终生子没有退休的日子 但是在自由民主的国家之下 你们还是自由的 要留就留 要去就去 那留的时候 一定要遵守出疆戒力而不犯 去的时候 要遵守社会华力而不犯 其实佛教跟社会是连结在一起 归因佛门出家作为国弟子 最重要的就是要求出家见佛陀讲的 以戒律为师 以戒律为自己的师父 你遵守的戒律 你就是真正的一位法师 那么同样的 也要遵守国家的戒律 就是法律 能够堂堂正正做一个人 堂堂做一个出家的胜任 这是最起码的修行 我们奉念 大梦目的是世间佛陀 大梦目的是世间佛陀 世间佳陀 我想要求佛陀 大梦目的是世间佛陀 神尊法语开释及赤受戒彼士 一问一答便是得见 现在问你们 你们是不是自愿尽情受 遵守在家菩萨借的恩怀 是 这是有当过病人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拍照了 现在跟大家讲 在佛教的戒律里面 什么叫三堂大戒 三堂大戒 第一个是三堂戒 年纪还没有归成年 那么你受的这个基督 这个时候叫做三堂 你已经成年了 你受的戒就叫做出家戒 比丘比丘尼戒 就是出家戒 再来受的戒 就是菩萨戒 所有的戒当中 以菩萨戒为最高 最高的戒律 其实是菩萨戒律 这个菩萨 这个菩萨 怎样治他父犯法 为他能想 不为自己想 像那个根本的五界 佛教徒 只要一归一 就一定要受的五界 杀、杀、盗、淫、忘、群 这个五界 全部都是 在变化成为六度 在变化 就成为 几百条的菩萨戒 那么菩萨戒是很难守 首先你一定要放下你自己的私心 为众生而努力 不是为你自己努力 是为众生而努力 有一次的花菩提心 菩萨戒最重的 就是花菩提心 花持地心 不是为自己想 而是为众生想 在密教阿底霞诸子 曾经像京洲大师 学习七菩提心 七亿菩提心 其中的一项就是自他复返法 自己跟别人复返 每一次你要做事情 先自己跟他人复返 这个互相一交换 有些事情你就可以做 有些事情你不能做 只要违害到他人的都不能做 只有帮助他人的一定要做 只有利益自己的 而别人没有利益的不能做 要利益自己也利益他人的可以做 这是自他之间的关系 你如果跟人家提到的话 你心里会怎么想 你自己的东西如果被拖的时候 你自己会怎么想 你自己的东西如果被强到强了 你心里会怎么想 你自己的东西如果被强到弱了 你自己会怎么想 你自己会怎么想 所以呢 不能杀生 因為你也願意背上 不能夠偷抱 你也不想被人家強暴給你 給你搶劫 你也不想被人家欺騙 所以你不能換淫淨 你也不能講欺騙的話 因為你也願意被人家欺騙 所以我今天所講的 就是要你做事情以前 如果傷害到別人的 千萬不要做 因為你也願意受傷害 其實菩薩劍是由菩提心印花出來的劍 如果你懂得自祂復範 你就實時為祂能講 不為自己想 所以今天的這個淡江掌戒律 非常地盛念 容易受接 但是 也很容易換 你們既然受到菩薩劍 那就是最大的戒律 在家 又菩薩又菩尼 最大的戒律 今天 跟你們講到這裡 就是希望可以去好好看著這個 菩薩劍的這個戒律 從那裡請退出 你們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可以做 我們念 南無本世世加莫一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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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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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個我們最初請問 新娘的姓名馬曹君 弟弟 問他是不是不對啊 金龍黃正義 因為我新娘跟新娘都不不清 反正是他不換吧 哦 膽來了 肝臟會這樣 抓了 你看 趕在這個法會之前來振奮 當然是恭喜你們 但是師尊總是要講一個笑話 但你們聽起來都是不怎麼好笑 這笑話是怎麼樣子 有一對夫妻已經結婚了20年 到了這個結婚紀念日的時候 這個夫妻兩個人啊 就這個祝賀了這個20年的結婚紀念日 然後這個先生啊 就跟太太講 你還記得二十年前 我們兩個在樹林裡面 這個被你爸爸做到我的事嗎 哦 他太太就回答 哎呀 你還記得那一件 我們兩個在樹林裡面啊 這個爸爸突然進來 進到樹林裡面來 他抓到我們兩個 哎呀 你真的是 這個還沒有記得住 可見 你的感情跟我是非常深的 這個結婚他就沒有 他說我還記得住 你爸爸那時候講的 你如果不娶我的女兒 我一定要抱你 這個進監牢20年 那太太就問他 這什麼意思呢 先生就問他 我在想 算一算日子 今年是剛好20年 應該如果那時候被檢討20年 現在也是有他 好 希望你們結婚快樂 不要痛 不要看他會先這個樣子 好 終於20年後 才想到自己的連日子 好 不再好 各位觀眾 連身法王盧盛宴 將在12月29日台灣雷葬寺 親自主談 眼魔天護魔大法會 歡迎您前往參加 詳情請電 049-2312-992 謝謝 感谢观看